原标题 史上并无烽火系诸侯 诸侯们不就周幽王的真实原因 是什么周幽王时期 犬荣入侵西州都城搞经 而诸侯不去救 史际上说的是因为周幽王烽火系诸侯 实信于诸侯 因此后来犬荣攻进来的时候 诸侯们都不相信周幽王 因此不来救他 屡是春秋上则说 不是烽火系诸侯 而是击骨系诸侯 但不管是哪种方式把诸侯招揽 总之是戏弄是失信 婴儿在犬荣正式攻打的时候 诸侯们不相信 婴儿就不去救 不过一些学者却认为 烽火系诸侯是不存在的 钱穆先生就说 李山一役 由幽王举兵讨身 更无需举风 钱穆先生的意思是说 当时使周幽王带兵去攻打身侯 周幽王既然带兵去攻打身侯 他用得着动烽火吗 清华大学学者在整理战国逐检的时候 也发现上面记载的是周幽王主动去攻打身侯 佐证了钱穆先生的看法 烽火系诸侯因此 我们要回答为什么没有人来救周幽王 就要基于这个事实 下面我试着分析一下 第一 这是周幽王的家世 其他诸侯不便干预 周幽王获得美女包子后 被包子宠爱不已 由此冷落了他的结发妻子身后 后来包子生了个儿子姬伯福 于是周幽王便废了身后让儿子姬一旧 后来的周平王改立姬伯福 身后不服 周幽王又废了身后的王后之位 身后魔子逃回申国 周幽王大怒 带兵前往征逃 于是 身后的父亲申侯联合东方的僧国和西方的犬戎 共同对抗周幽王 打败周幽王 并在离山下把周幽王杀死 从这段情况我们可以看出 这完全是周幽王的家世 诸侯怎么参与呢 帮助周幽王打申侯 身后又没有错 道义上说不过去 帮助身后打周幽王 这是谋法 当然不能这样干 最后周幽王被犬戎杀死 也是一个例外 诸侯们是没办法判 断的 而且当身幽王被杀死后 诸侯们也是有行动的 他们把姬一揪扶起来 帮助他迁都洛义 并没有撒手不管 周幽王画像第二 周幽王所做的确实是荒淫物国的事情 诸侯们懒得搭理 周幽王执政的时候 当时出现了比较大的自然灾害 又是地震 又是连年干旱 要知道 在古代 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人们不会认为是自然灾害 是正常的事情 而会认为是君王不得 上天有意地降下灾祸事情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 周幽王确实有些乱政 贪扶想了 他任用奸臣国师傅为亲事 相当于宰相 执掌正事 虽然 国师傅并没有给周幽王提过 烽火系诸侯的建议 但是 他确实火同周幽王寻欢作了 对本来就灾害丛生的老百姓进行搜刮 闹得民怨沸腾 周幽王的这种乱政和贪扶想了 似乎是在因证上天对他不得的惩罚 因此 就算周幽王被全容 攻击 诸侯们也懒得来救他 全容之乱第三 诸侯们已经不再那么听周王室的话 都在各自打着小算盘 西周经过了三四百年的发展 周王室和诸侯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 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 在周幽王的上几代 周王室的威信已经大减 诸侯们都在考虑做大做强 尤其是楚国的雄通 那时候甚至已经自立为王 其他诸侯当然也在蠢蠢欲动 想要独立 后来犬戎灭了西周 几个大诸侯帮助周平王东先的时候 其实也是为了唠叨更大的好处 而此后 各国就开始做大 春秋也就开始了 参考资料 史记竹书纪念旅是春秋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的东西 凤语 怎么